前妻的时候学生证发的是她自己的真实的 但是身份证包括一些生活照 她都是用了她一个好朋友的照片 因为她的好朋友长得比较漂亮 她用这样的一些照片发给了被害人 是 可能是这个正好证件丢掉了 她应该被害人讲她说证件丢掉了 让被害人是不是给她发个红包 后来被害人真的就给她发了 那么后来她就觉得这个被害人好像挺信任她的 那么后来她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然后变成了各种理由 然后不断地让被害人来向她转款 通过微信啊或者支付宝啊 然后当被害人产生怀疑的时候 她又用她母亲的这个账号 注册一个微信 以她母亲的名义来联系被害人 就给她拍照 拍一些照片过去 她就愿意借钱给我 拍什么照片 拍裸照 拍裸照 这是对方提出来的还是你主动的 对方提出来的 总共前后拍了多少裸照呢 就三四张吧 拍裸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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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的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 感觉像做梦也要的 我事实隐瞒了真相 而且从被害人这边就是骗取了许多财物 它这个行为应该涉及一个诈骗罪 它的金额已经达到了就是8万余元 拍裸照 города